中共人大常委會通過一項涉及香港立法會議員 任用資格的決定 內容包括 立法會議員已經認定宣揚港獨或危害國家安全 《不擁護基本法》 可即時喪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 由此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 根據中共人大常委會決定 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包括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公民黨黨員郭佳琪 法律界議員郭榮鏗 以及會計界議員梁繼昌 當天傍晚 19名民主派議員召開記者會 宣布其餘15位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 並強調即時總辭 仍會為民主抗爭到底 民主派議員手拉手呼喊 其上其落香港加油等口號 分析認為 中共此局是要徹底的癱瘓 香港的民主制度 取消一國兩制 是會因為這樣 而令到我們灰心 我們會繼續堅持我們的信念 因為我們知道要在極權的手上爭取民主的話 往往都是一個非常之漫長的道路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給 這一種的逼迫和壓力打敗 胡志偉表示 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路徑 在民主抗爭的道路上繼續向前 郭佳琪表示 這是黑暗的一天 因為一國兩制 蕩然無存 任何人做出這個決定 需要向歷史和所有香港人交代 對於能夠有幸 曾經服務過香港 這個是我的光榮 在未來的日子 我會和其他普通的香港人一樣 繼續誠心地為香港盡力 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 對此 中華民國陸委會也譴責中共的承諾 本質就是謊言 臺灣政府痛批中共 極度罔顧民意 已經把香港變成一言堂 以低劣 蠻痕 粗暴的手段 任意載至香港立法會 美 英 德 三國也相繼譴責中共 剝奪香港民主自由 美國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聲明 痛批中國共產黨違反對國際與香港人的承諾 一國兩制只是中共在香港擴大一黨專政的遮羞部 美方將繼續依法認定並制裁相關負責人 英國外交部已經為此召見中共駐英大使 英國外相聲明 譴責中共明顯違反法律上的約束力 中英聯合聲明 更損害香港自治和自由 英方表示將與國際夥伴一起 使中共承擔其在國際法下的責任 德國外交部聲明譴責中共 正延續港區國安法 掏空香港的多元和言論自由的趨勢 德方呼籲遵守民主原則 儘快舉行立法會選舉